大家好,我是当当 这一集我们来讲一下 绒绒鞋配件的固法 这一集呢,我们讲这个小草莓的这个鞋子 这个鞋子呢,我们要在 牛奶棉的这个鞋桶部分 给它加一点小花边 就像小绿叶的感觉 这个花边呢,我们一般呢 是加六个比较合适 那我们就需要 把这一圈的鞋桶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分成六等份 咱们呢,可以借助这个记号扣 把它分一下 这样,一二三 三个凸起呢,左右为一份 我们呢,做一个记号扣 咱们把它呢,分成六等份 大家呢,先把这个记号扣呢 先做好 这个记号扣呢,把这个分成了六等份 然后,我们呢,开始 从任何一个记号扣呢,开始 勾支 先把这个记号扣呢,给取下来 勾针 插入进去 这个呢,勾针呢,就是 沿着边缘部分 插进去就可以了 插进去之后呢 把 牛奶棉 这个 留的这个线头呢,稍微长一点 方便我们呢,藏线 挂在 勾针上面 挑出来 这个呢 这边呢,可以用左手呢 压住 现在 把这个 线呢 在自己 小拇指上绕一下 食指 挑起来 换右手 捏住 这个线头 现在呢 我们开始 起 辫子针 咱们呢 起八个 辫子针 勾针 绕一下线 从这个线圈里面 拉出来 起了一个辫子 继续 勾针 绕一下线 从这个辫子里面 拉出来 两个 勾针 绕线 辫子里面 拉出来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 六个 新手朋友呢 特别容易 织得特别紧 这个呢 没有关系 多练习几次呢 就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 织了六个了 再继续呢 七 七 八 好了 我们呢 立好了这八个辫子 现在我们按住立的第八个辫子 再往上面 勾一个小辫子 勾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勾针 从刚才 按住了这第八个辫子里面 这一个辫子不是由 两根线组成吗 我们呢 我们呢 就从这个辫子中间 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呢 把这个线 绕一下 绕一下 跳出来 这个时候 勾针上面 有两个线圈 再 让第一个线圈呢 再从第二个线圈里面 跳出来 这个针圈呢 这个针圈呢 叫锁针 就是现在我们勾了一针的锁针 那再往后数 我们呢 还有七针 这七个辫子呢 我们的针圈是这样的 一个短针 然后 两个中长 两个长针 两个长长针 好 现在呢 大家跟着我来勾 在它旁边的这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咱们把这个针针呢 从它旁边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插入进去 然后 绕一下线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呢 针针上面是有 两个线圈 然后 勾针 绕一下线 一次性拉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 我们勾了 一个 短针 接下来 勾两个 中长针 中长针呢 首先 勾针呢 先要绕一次线 然后呢 从下一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再绕线 出来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呢 是有三个线圈的 勾针 绕一次线 以次性的 从这三个线圈里穿过 这样 勾了一个 中长针 接下来 下一个辫子里面 再勾一个中长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先绕一次线 从下一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然后 再 绕一下线 出来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 是有三个线圈的 然后呢 绕一下线 一次性的拉过 这三个线圈 这样 勾了 两个中长针了 接下来 再勾两个 长针 勾针 绕一下线 从下一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这个辫子嘛 是由 两根线组成嘛 就从这两根线中间 插进去 就行了 插入进去之后呢 再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 勾针上面呢 有三个线圈 三个线圈 我们呢 绕一下线 勾针绕线 第一次呢 先穿过 前两个线圈 这个线呢 是四股的 容易 穿过前两个线圈 然后呢 再勾针绕线 再穿过 剩下的两个线圈 这样呢 我们就勾了一个 长针 接下来 再勾一个 长针 勾针 先绕一次线 从下一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然后呢 再 绕线 拉出来 拉出来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 有三个线圈 勾针 绕一次线 先穿过 前两个线圈 勾针上面 还剩两个线圈 再绕一次线 穿过 这 两个线圈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我们又勾了 一个长针 现在呢 最后 剩的这两针 我们要勾成 长长针 长长针呢 就是要绕线 两次 来 咱们来绕 勾针呢 这样 这就要绕了一次了 再来 好 绕两次 绕两次之后呢 大家来看 那 勾针上面的 现在应该 就有三个线圈了 好 咱们呢 从下一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然后呢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呢 是有四个线圈的 勾针绕线 穿过 前两个线圈 勾针上面呢 有三个线圈 绕线 穿过 两个线圈 勾针上面 还有两个线圈 继续 绕线 穿过 两个线圈 这样完成了一个 长长针 好 下面呢 继续 咱们长长针呢 绕线两次 一次 两次 绕完之后呢 勾针上面 有三个线圈 现在这个勾针上面呢 是有三个线圈的 然后咱们呢 从最后一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然后呢 勾针绕这根线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 这个勾针上面呢 有四个线圈 勾针绕线 一次 穿过 两个线圈 再绕一次线 穿过 两个线圈 再绕一次线 穿过 两个线圈 好 这样呢 又勾好了一个 长长针 把这个线圈呢 先拉大 因为我们勾到最后呢 会发现 这个呢 是最后 就是最先我们 起针的地方 这个线头呢 咱们把它给 拉一下 拉完之后呢 把这个呢 反过来 咱们把这个线头呢 指尖呢 给藏起来 藏起来 省得到时候呢 脱线 咱们这样 大头针 穿进去 然后呢 把它藏到这个里面 这一个一个的小辫子 横着 穿过这个小辫子 然后呢 再这样 横着穿过来 再 穿过去 穿回来 穿过去 藏几次之后呢 这个小线头呢 就可以断了 断线了 这个就不会脱线了 好 断线 这个 本来呢 痕迹呢 就是不明显的 而且咱们呢 还这样 要折一下 所以大家 不用担心 是看不出来的 好 再把这个呢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这样 我们呢 是一个小绿叶呢 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 下一个 记号扣 它 前面 就是 在它附近呢 离它最近 咱找一个地方 把钩针呢 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呢 绕一下线 绕完线之后 这个时候咱们看 这个钩针上面呢 现在是有 两个线圈了 然后再把 这个线圈呢 再从第二个线圈里面 绕出来 这个呢 就是一个 锁针 这样咱们呢 就锁了一次针 这个锁完针之后呢 一个 完整的花瓣 这个不叫花瓣 这叫什么 小绿叶 这个完整的 小绿叶呢 就 勾好了 然后 按照呢 跟刚才 一模一样的方法 来勾第二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是从 下一个计号扣里面 下针 把下一个计号扣呢 先给取下来 然后呢 我们 从计号扣 刚才做的这个位置 钩针呢 插入进去 然后 绕一下线 然后再从 这个线圈里 出来 也就是 在记号扣这个地方呢 我们 先来勾一个 锁针 勾完锁针之后呢 就跟刚才的方法 一模一样 首先 首先 来勾 八个辫子 二 三 这个时候呢 我就快一点 大家呢 可以回过头 看这个 一二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勾了八个辫子 勾完这八个辫子呢 就跟 这边的方法呢 是一模一样了 我们呢 仍然是 按住 第八个辫子 再往上面 勾 一个小辫子 然后开始 拐回头来勾 大家记住 我们是这样 第一个辫子里面 这不是八个辫子吗 第一个辫子里面呢 是锁针 然后接下来 这个辫子呢 是短针 还剩六个 那这六个辫子呢 分别是 两个中长 两个长针 两个长长针 就跟 这个方法呢 是一样的 咱们呢 把 剩下的 还有五个花瓣 把它呢 给勾 五个小绿叶 咱们把它给勾好 咱们按照 刚才 我讲的方法 我们呢 把这六个小绿叶 织好 这是最后一个 织好之后呢 在第一个小绿叶 旁边 找个位置 勾针呢 插入进去 然后 把这个线呢 绕出来 再绕过 这个线圈 我们呢 做一个 引拔针 最后一针 这儿 稍微呢 可以抽紧一点 引拔结束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线圈呢 拉大 然后把这个线呢 剪断 留点线头 剪断 现在呢 我来教一下大家呢 藏线 这个剪断之后呢 这个线头呢 看 是这个样子 咱们直接呢 可以把这根线呢 给拉出来 把这根线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这样 折起来之后 这个面呢 是在反面的 所以咱们就把线头呢 藏在这个地方 跟刚才 我们讲的藏线的方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用这个大头针 找到附近的一个位置 穿进去 就穿在这个 就穿在这个 罗纹里面 就是这个 小辫子 这里面 然后这样 这么穿进去 然后再从这边 这个辫子 横着 穿过 这个辫子 再来 横着 穿过 这个辫子 我们就这样呢 多藏几次 藏的时候呢 也不要 拉得 特别紧 否则的话 这个辫子呢 可能会 扭起来 就不好看了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断线 它先 留边 断片之后 这儿呢 会剩一个小头 没关系 这样一扯 它就进去了 而且这个 清洗的过程中呢 也是 不会 掉出来的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 成品 因为这个 小叶子 咱们在 钩的时候呢 是从 短针 然后一直 往前面 过渡 钩完之后呢 自然的 它就会这样 卷起来了 非常的好看 这样 卷起来 那还有的 新手朋友呢 就会觉得 你看 这个 小绿叶 和这个边 这儿 不是有个 空隙吗 那这个空隙呢 是没关系的 我们这个 小鞋子呢 在清洗的时候呢 这个是不影响的 而且你看 这样反过来之后 也不影响 没关 你这个 小叶子呢 都是这样 翘起来的 如果大家 实在是想 把这个 这个小缝呢 也给补起来 那个呢 也可以 咱们呢 咱们用这个 手缝针 这个手缝针呢 我们穿进去 线 这个线 材料包里 配的这个线呢 很粗的 肯定是穿不进去 先插上去 没关系 我们呢 可以把它 看这个线呢 是由四股 合起来的 咱们把它这样搓一下 先剪出一段线出来 剪一段线出来 然后咱们把它这样搓开 搓开之后呢 抽出其中的两骨 抽出两骨 然后呢 针 粘一下 穿 穿进去 呦 穿针的方法 好吧 这个 好 穿进去了 穿进去之后呢 来 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永远咱得从背面 这样正面看着就好看 看这儿 这个洞 我们觉得太大了 我们这样 旁边的这个位置 简单的缝几下 缝的时候呢 不要抽得太紧 否则的话呢 那儿就会稍微的皱起来 你就不好看了 这个 小线头 不用管 到时候呢 用勾针 或者是 用大头针 把它藏在这个里面 跟刚才藏的方法呢 一模一样 我们不要 尽量不要 打那个小鸡啊 好了 从背面 好吧 再来一针 咱来看正面 这样从正面来看呢 因为是 同色系的线 我们呢 是看不出来的 这样呢 中间这个洞洞呢 也没有了 那 然后呢 我们 这个线呢 咱不要断掉 不要说 缝一个断一个 那样呢 老是老接线了 咱们从这旁边 把这个针 这样传一下 传过来 找个地方 然后直接开始缝定一个 一直呢 把这一圈呢 给缝完 最后呢 这个地方 最后的线头 跟最前面的这个线头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还是穿上大头针 大头针 或者咱们就用这个针呢 也行 穿上之后呢 就还是横着这样 横着这样 这样 把它呢 藏起来 断线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这种 小草莓的写字 这个花边的 钩法 现在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 小珍珠 怎么缝上去 这个珍珠呢 每个材料包里 我都会给大家配到 是配 十颗 小珍珠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是酌情使用 因为这个 融融线上缝制 小珍珠的时候呢 我们缝得太紧了 不好看 然后缝着 稍微松一点的话呢 我就害怕 小宝宝呢 他拿到什么东西 都喜欢咬 就害怕呢 小宝宝会把这个 给咬掉 大家呢 就是 酌情使用 好 现在呢 我还是来教一下大家 这个呢 我们首先 咱们是从 里面下针 把这个针呢 插到里面去 我就随便给大家演示 一个就行了 插到里面去 这个线呢 仍然是我们从 四股的牛奶棉里面呢 抽出两股 然后呢 这个珍珠呢 穿上去 这种 小珍珠穿上去 穿上之后呢 这边呢 再来一下 缝一下 然后是从里面 出出来 这个缝的时候呢 大家要耐心一点 咱们尽量呢 喜欢这个珍珠的话 咱们尽量把它 缝得牢固一点 安全第一嘛 然后呢 可以再来一遍 在它附近的一个地方 抽出来 这个综综线呢 是看不出来的 不用担心 这个红线会露出来 没有关系的 好 出出来 好 咱们再来一下 多缝几次 缝几次之后呢 我们断线 那断线之后呢 我们最先缝的时候 前面 后面呢 是留了一个小线头 断线的时候呢 在斜子的背面呢 也留了一个小线头 我们呢 就把那两个线头呢 现在我就不给大家连事了 因为这个里面呢 我塞进去这个珍珠棉了 我们呢 就把那两个小线头呢 给剂一下 剂完之后多打几个小截 然后剪断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这种小珍珠 它的缝制方法 大家一定要缝的老固一点 我们缝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呢 是由大家自己来决定的 嗯 就是我们不用就是特别的 这个非要三个这边要四个什么的 我们呢 就是大概的把它呢 缝起来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 小草莓的这种写字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